我国的体育迷最近是很忙了 因为有太多的体育盛事要关注 现在的焦点当然是在中国火热上演的 汤姆斯杯和尤波杯 是是 刚刚应该是传来好消息 欢迎讨论是后天我们也会 好好地来聊一聊这么一个 备受我国体育迷关注的赛会 但是今天我们先把目光放在足坛 看看最近同样是备受瞩目的 英超豪门曼联 是 大家关注曼联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都冠 他们甚至连明年的欧冠参赛权 也没有拿到 更倒霉的是本赛季联赛的最后一场赛事 还被迫延后曼联才因此受到了关注 曾经的红色豪门 现在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真叫人不胜唏嘘的 不过话说回来 曼联的这场联赛被迫延后 是因为球场里发现了 疑似爆炸物的可疑包裹 但是幸好最后证实 纯粹是虚惊一场 虽然英超冠军 早已尘埃落定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 本赛季的最后一轮赛事 还是安排在同一个时间进行 曼联和曼城这对同城兄弟 为了一席欧冠参赛资格 争破头 坐镇主场的曼联迎来 伯恩茅斯 粉丝涌入老特拉夫球场 为球队加油打气 殊不知 球赛开打之前 却听见了这个消息 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球迷还是 仅然有序地离开 孟剧院球场 曼联官方后来证实 安保人员在其中一个看台上 发现了一个可疑包裹 出于安全考量 于是疏散了所有球迷 也取消了这场比赛 英国警方随后确认 可疑包裹并非炸弹 只是个安保公司 用于训练的装置 才让外界松了一口气 英超联盟也在星期一宣布 把这场球赛安排在英国时间 星期二晚上进行 然而曼联上下或许 已经没有动力去踢 因为曼城早在星期一晚上 锁定了第四位置 也锁定了欧冠参赛席位 对曼联这种豪门级别球队来说 挤不进欧冠赛场 就是一项耻辱 不可原谅的失败